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一期的热点深度 关注中国正在掀起的又一场反腐风暴 中国医疗行业的反腐反弹行动正在进行 有百余名医院院长书记被调查 一台仪器被院长吃掉 甚至有1600万人民币的回扣 有消息说这次号称史上最大医疗界反腐 还要倒查20年 这场风暴会不会挂到最后 让普通人都没有医生可看呢 自2023年7月中旬以来 中国的监管部门连续多次表达对医疗反腐的行动和决心 首先是在7月21日 国家卫健委发文称 近日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针对医药领域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 深入开展医药行业的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进一步形成高压态势 一体推进不敢辅、不能辅、不想辅 这个文章就挺有意思 为期一年 那真的就是要365天的高压反腐 那这个第366天怎么办 接着来看 7月28日 既见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 集中政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你要深入开展医药行业 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加大执剂执法力度 紧盯领导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集中领域查处一批医药领域的腐败案件 形成声势震慑 于是我们就看到7月25日 据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原党委书记吕永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接受审查调查 7月29日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的消息 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副校长 湖北省中医院原院长何少斌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5日 据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西藏的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 唐荣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也正在接受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因为这个反腐的领域 它的幅度是全链条 全领域 全覆盖 也意味着反腐不仅仅局限于医院 众多的医药企业也是整治的重点 而仅是一个7月 就已有两位上市医药公司的实控人被调查 7月1日 医疗信息划龙头 为您健康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周伟因涉嫌秦桧罪 被广东省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及实施留置 7月29日科创版生物医药公司赛伦生物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范智和应涉嫌职务犯罪 被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 此外8月才过去短短几天 至少有10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宣布延期 此外还有部分的学习班培训班 也在近期宣布延期举办 一时间医疗反腐这场风暴是席卷整个中国 广东浙江海南湖北多个省份陆续发布通知 要求集中整治全省医药领域腐败乱象 多家医院也开展所谓的自查自究 每一天谁谁谁又被处理了 哪家企业又被查了 哪些人又自首了 最近这些消息真真假假在网络上是疯狂的流传 根据中国媒体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到8月7日据不完全统计 全中国有至少159名医院的院长书记被查 数量已超过2022年全年的两倍 此外还有诸多科室的主任也被调查 书记上在2023年7月之前 有关反腐文件或会议也不少见 在2023年春节之后 有关医疗反腐的报道在中国就层出不穷 在2月初中纪委网站就有一则刊文 检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 提到随着查处力度的不断增加和加大 医疗领域的繁丰富问题不断隐形变异 迭代升级 医疗领域的专业性较强 相关的违纪违法行为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问题 不易被察觉 但贪腐手段在隐蔽 总会留下痕迹 实施小切口突破 法相式查处相关问题还是有迹可循 在2023年5月中纪委的一篇曝光文章 提到了前几年被查的云南省普尔市 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院长杨文俊和原党委委员 副院长杨文宏与供应商称兄道弟 肆意吃请玩乐 又受礼品礼金一台进口 加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 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 远远高于同期市场价格 杨文俊吃掉了1600万元人民币的回扣 这个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是指利用微波电磁场加速电子 并且具有直线运动轨道的加速装置 用于患者肿瘤或其他病征 放射治疗的一种医疗器械 这次中纪委网站再看一文 8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 深度关注精准惩治单位行贿 指出单位行贿问题 其中的医疗卫生领域是被直接点名 文章提到单位行贿行为多鉴于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资源负集等三级领域 而医疗卫生领域便是其中之一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医院 医药企业这次的医疗反腐 也扩展到了资本市场端 上交所围绕医疗IPO 企业开展销售推广活动 向中介机构提出了四大关注要点 一是各类的推广活动 开展的合法合规性 二是各类推广活动 所涉及各项费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是各类推广活动相关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四是经销商推广服务商 同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 及其交易供运性 财联社媒体有一篇报道 提到医药领域反腐举措 牵动着医药行业的敏感神经 8月4日上午 有一家上市药企内部的营销人员 就向记者透露说 这个营销人员自称 今天一上午我在的一堆群都被解散了 不光是医药的报销群 相关的项目群 会议群 沟通群等等 所有企业的相关微信群 全部解散 在记者潜水的某个医药行业聊天群中 诸多的医药代表还分享着 各自省份地域最新的反腐动态 有的人说 有人在销毁笔记 有的人暂时去避风头 讲课费都想给都给不出去 某个仿制药企业的学术代表 向记者还说 之前觉得反腐还离自己有很多距离 但听到一些传闻和消息 自己都现在有点害怕 会在医院遭遇同样的情况 那就是被执法部门现场带走 现在为了安全考虑 很多医药代表都被通知 别再去医院了 那无论在哪个行业进行反腐行动 都是应该支持 中国的医疗界有多屋檐瘴气 上面的这个医院 以3520万元买入一台 价值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 另外的1600万元 被院长拿走 作为回扣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问题存在 这个问题存在也不是一天半天 中纪委这一次搞的医疗反腐 能否治标又治本 在中国暂且只讨论公立医院 这个就是非盈利性的机构 那若反腐把医院所有非合规收益来源 全部切断 这自然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假如你切断了这个收益来源 又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 去保证医院的非盈利性 那医务工作者没了非合规的收益 没有这个非合规的收入 那是不是也会造成 他们反正干的多干的少都拿一样的钱 他们也干脆躺平了 造成一种医务工作者也选择躺平的现象呢 再者只要稍微搜一搜历史的旧文 就大概有能够概念 就大概可以有一个概念 在中国医疗反腐的历史如同猫鼠游戏一般 进行了30年 这个标题来自中国医疗媒体《八点见闻》 这篇长文是细细梳理了中国医疗腐败和反腐败 几十年的拉锯战 《八点见闻》在2021年就发布的这篇文章 就提到多年来医疗领域的腐败不仅屡经不止 而且愈演愈烈 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 他们就发现自2005年 第一位医生因收收回扣收贿被判刑 以来也有9017份医院相关的受贿文书 其中有1554名医生受贿 288个与医院院长有关 在这篇文章里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何斌 就告诉《八点见闻》说 医疗腐败造成的损失主要有三个流项 一是医院的收入 二是医生的收入 三是浪费 这个浪费真的是大量的浪费 我觉得这篇文章大家如果能找到的话 也可以读一读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但是颇为讽刺的是 在今年7月初 这个专注于中国医疗健康深度报道的新媒体 《八点见闻》被查封了 从7月3日起 《八点见闻》的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 知乎账号等均无法打开 理由显示为 接相关投诉 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当时有媒体行业人士认为 《八点见闻》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科学普及 医疗话题 而是犀利的硬报道 报道是揭露了许多问题 可能是触动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导致他们的账号被封 在这个视频最后 再分享一则旧文 在中国医疗界 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的回扣 曾经一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行贿路径 也是始于1996年的医疗反腐风暴的发任点 那场由国家卫生部 国家工商局等六个部门联合部署的药品 回扣整治行动 为全中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 做了一次漂亮的开局 但是漂亮的开局之后 却是一场漫长而难见奇效的拉锯战 在305身之下 医生回扣红包的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 到了2010年 药品回扣依然高达450亿元人民币 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 公立医院逐渐成为了医药市场的主力 80%的药品都是由通过公立医院卖出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